大家好,我是天然黑打力 這次要帶來的是殺精的角色攻略懶人包 殺精的專屬光追命運從未公平提供高額防禦力 並且為我方目標提供護盾還可以增加自己的暴擊傷害 發動追加攻擊時還可以為命中的目標附加受傷增加的負面效果 命運從未公平給的防禦力數值非常高 讓殺精提供的護盾和傷害大幅提升 是非常適合殺精的強大光追 五星光追推薦捷截戈的專屬光追至勝的瞬間 原本就有提供防禦力 被攻擊時還能額外提高防禦力 讓殺精提供的護盾和傷害提升 記憶的資料在效果上雖然沒有給殺精什麼特別的增強 但是基礎防禦力數值比一般四星光追高 而且在模擬宇宙黑塔的商店就可以免費兌換 是過度用的好選擇 四星光追推薦兩個人的演唱會 可以提高防禦力 並且殺精戰技可以提供全隊護盾 能夠直接疊滿增傷的效果 製造命運之限雖然不是提高防禦力 而是提高效果抗性 但是防禦力越高傷害越高的效果很適合殺精 而且在忘卻之庭奇珍琳琅就能免費兌換 非常簡單入手 余生的第一天提高防禦力 同時提高全隊全屬性抗性 提升隊伍的生存能力 宇宙市場趨勢提高防禦力 受到攻擊後還能為敵方附加灼燒狀態 這就是我啦提高防禦力 並增加殺精終結技的傷害 但是這個光追要購買無名虛禮才能兌換 所以無課檔或月卡檔可以不用考慮 遺器推薦聖騎士四件套 提升防禦力和護盾量 如果想要讓殺精傷害更高 可以考慮聖騎士大功套2加2 提升防禦力和追加攻擊的傷害 如果還沒有刷到大功套 可以先用聖騎士敘述套2加2過度 飾品推薦薩爾所圖 提升殺精的暴擊率和追加攻擊的傷害 而且殺精的行機額外能力槓桿 可以大幅提升暴擊率 所以能夠輕易達到50%暴擊率的門檻 殺精的防禦力至少要達到4000 才能拿滿額外能力提供的48%暴擊率 所以如果防禦力不夠的話 可以考慮帶組成者補充防禦力 剛才有說到殺精的防禦力要達到4000 才能拿滿暴擊率加成 因此主屬性優先考慮防禦力 如果防禦力超過4000 則可以考慮換成暴擊傷害、速度或虛速傷害 附屬性優先選擇防禦力百分比速度、暴擊傷害、暴擊率 防禦力白質效益比較低所以不優先考慮 有衝抓鼠光追的話效果命中勉強能用 否則效果抗性會比效果命中優先 而攻擊力則是殺精完全用不到的屬性 殺精的終結技可以為敵人附加負面效果金黃 可以讓敵人受到的暴擊傷害更高 適合組黃拳或真理醫生為主的虛無隊 黃拳可以更快發動終結技 真理醫生則是更容易發動追加攻擊 而發動追加攻擊可以讓殺精更快疊加盲注 因此以追加攻擊為主要輸出的拖帕和警員 也是殺精隊伍的好選擇 反擊也屬於追加攻擊 克拉拉受到攻擊時會觸發反擊 可以讓殺精快速疊滿盲注 而機子可以搭配黑塔組成一隊 是很好用的新手隊伍 同時也是打虛構敘事的好用隊伍之一 殺精兼具生存與輸出 還能為敵人附加負面效果 使敵方受到的傷害提高 而且殺精的額外能力讓全隊進入戰鬥時即可獲得護盾 提供的護盾還能夠疊加 所以不會有空窗期的問題 如果護盾值夠高都沒有破的話 甚至不需要帶治療角色 讓隊伍能多出一個位子帶其他輸出或增傷 是必抽的強大角色 前面有說命運從未公平是非常適合殺精的必抽關水光追 不過目前除了殺精以外 只有三葉七適合帶這個黃追 零星魂殺精就已經很強了 有預算的話則可以抽到一星魂或兩星魂 一星魂能提升全隊的暴擊傷害 兩星魂普攻能減少敵方全屬性抗性 如果要組黃全隊可以考慮抽到兩星魂 至於光追點影一階就已經很夠了 有多的預算先以星魂為主 這次的殺精角色攻略染人包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下訂閱與喜歡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天人黑達利 我們下次見 掰掰